股盘 美银等财报利好 美股维持涨势 北京时间15日凌晨 美股周四五盘维持涨势 导致上涨超过480点 余等的财报好于预期 这一点 再加上挥之不去的供应链问题 已导致多家机构陆续下调了 对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期 摩根士丹利第三季度净营收148亿美元 市场预估139.2亿美元 第三季度调整后 美股收益2.04美元 第三季度净利息收入20.6亿美元 分析师预估17.1亿美元 三季度股票销售和交易业务 营收28.8亿美元 市场预估24.2亿美元